佛法之旅 生命 天使 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 《般若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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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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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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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恩怨就真吹 十字典 人的恩怨就真吹 十字典 我先向道教我 十字典 全羡慕的我曾经过 人的恩怨就真吹 十字典 感情弄着祂的圆满 为其心脚万般折尽 尤其中华有自协 多生命远之中随时 同处能先祈莫天涯 慧弃瞬起 愿望四语 歌道满面高三语 大人从他见证苦识 略光他连众生拯救 飞尽他诗诗中推荐 世界王座敢马马虚诺 慧弃瞬起 愿望四语 略光他连众生拯救 他诗诗中推荐 改诗生涯他消费动 他诗诗中推荐 世界王座敢马虚诺 慧弃瞬起 愿望四语 略光他连众生拯救 慧弃瞬起 愿望四语 愿望四语 略光他连众生拯救 慧弃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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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望四语 略光他连众生拯救 坐着光芒的门盖 坐着地址不断直线 全身大大那堂之后 从上从这几桌堆许 坐起了床满居面的鸟 当心当心的风吹之后 教养尽皆忘博之路 还继续别人教兵的事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被寻众帅者们对他 闻赛者别多见解诺 他的文化弄教兵的事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被马公安立法序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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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党之路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是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与其所幸能把残忍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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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大宏手植成口美国金融地银 金融地银 采洋 佐藤大宏 金融地银 寺势 说没有 这是我们有通常的 这些旨家童是 不过是打开的 就是 这种旨家童是 这的外面 发生的虚拟 这种旨家童是 在这种旨家里 这就是一种旨家 我家學人人有關 他們家學人都通過 我家學人都想起我什麼不懂的 你家學人都領事 因為父母在西台灣 家學人通過 為何我學家學人追教 我學家學人 為何我教普 做法 我沒有隕藏通過 就在这里终于巴妈说 我妈去通俗 妈来遇下来这些过程也不得 妈自己不得 妈自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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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大些 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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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 就是口水 妈自己 妈自己 我自己 想要求你。 那些人就要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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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许与诸位华友来谈 表胡上十期行文 昨天我们的段落 讲到十三页到 首第二行的第二句 《注于驱舍, 语词如暗的名义》 此处讲到的 《注于驱舍》就涉及 我们内心的 贪嗔等分别念 由于我们有着 我知,所以就会延伸出 贪嗔的念头 它可以分为 粗大的层面以及细致的层面 粗大而言 就是贪分别跟 身分别念 细致的层面则是 期待以及 优惧这两种情况 心里面的期待心 实际上它就是贪 而恐惧或者是 优惧心 担忧它就是撑 了解这一点的话 就应该要晓得如何 而就会晓得如何去裁定 晓得自己应该要好好的怎么做 比方说 气球心本身也是 想要弄进某个东西 它本身为什么是贪呢 例如我想要喝茶 我想要喝一杯好茶 这种想法 我认为我职责 应该要得到一杯好茶 所以当人家端上来的茶 第一杯也不是一个好喝的 第二杯也不是好喝的 我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应该要一个好茶 可是这种想法实际上 正体现出自己的贪心在作罪的 认为自己非常重要 我应该要有一杯好茶 怎么它没有这样子对我呢 其实这样子想的时候 就是因为认为自己极与极端的重要 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的 那么了解这一点以后 就会晓得我们记忆什么时候 是处于贪心 什么时候是处于称慧的状态 如此一来就能够从见到过失 了解过失而加以改善 如果不这样想的话 总是认为我应该要得到 什么样子的待遇 但是人家却没有这样子对我 那他对我这样不好 那样子不好 一次不好 两次不好 在这样的抱怨当中 不断的强化我很重要 我是最重要的 所以这种想法当中 其实就把自己的果实 越来越提升了 结合着烦恼 让自己的果实越发的强化 在所有的规模或者是 障碍当中对于严重的 就是这样子 只有烦恼而残化的火石的情况 冷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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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长者 一个人一的不可 你还是得有 每次都能收藏了 不再收藏了 不再收藏了 才能收藏 收藏了 要收藏了 来 給收藏 和包装 comply 出来 如果 叫做 叫做 乖 这 不会 不管 如果 那 要 自己 都 可以 如果 能 当我查的中文化 哈佛呢 哦 老婆说得 胖子吧 老婆说得 肥子 肋子吧 这些人没有信任的 这些人 这些人都在习惯的 这些人都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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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在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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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些人都在习惯了 就是这些人都在习惯了 这个人都在习惯了 自己的卓下转地习惯了 好像上转地习惯了 那些人都是说的 都在习惯了 我说他们就不脱暂了 他就不脱暂了 他就不脱暂了 我在习惯了 他们就不脱暂了 在家中。 在家中,他在家中,在家中, 他在家中,他说, 他说得吃饭啊, 把家中的良清状了。 他说不, 他为4000多美国, 他说不得很接近, 他说不得好, 中文字幕提供 交替水 supposed to get it to the other side,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six-hour vessels that came in the last Andreas I read. So, when I was born in the first century, I think I read it to myself. So, I don't know if you can wait to do a thing. Then I went back to the first century, when I found out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re you go, I don't know what you told me, but you know, には中國人兵作的 中國人的身體 中國人子上官 中國不完全相信 中國人的身體 像香港人 好 sprawd 就見花吞覦 中國人兵作 對 Honabad 她說 就是 当时 那是 然后 我们不能 一开始 这次 我们 我就 就 的 就 我们 就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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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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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都 我们 可是我十步允骨 súper離開 entropy Melanie, 而且你 如果我擅了如此 像女 Perché? 比方他人来源 dio 他 Isaac收了 bunny 她没用 而且你会做 télé duel 我不是 doet毒 他是不是在 Beer 她也经常发 Saddi 这就是提到举舍数 就是应当做正确的举舍 那这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不管是信仰宗教与否 人们总是非常重视自己的身体 非常爱惜自己的身体 既然重视爱惜自己的身体的话 那就应该要讲究身体的健康 所以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 什么叫做知到取舍呢 当我们要谈到健康这个议题的时候 抽烟就可以作为我们的例子 实际上那些在抽烟的人 他是非常惬意自在的抽烟吗 其实并不是的 他们是在一种不自主的情况下去抽烟的 也就是被烦恼所左右 无法正确取舍的情况下去抽烟的 如果他真的具足智慧的话 他就会晓得不应当地抽烟 他不会选择抽烟的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透过智慧 来体察贪跟撑的过失 如果晓得贪跟撑的过失的话 就会一个具足智慧者就会晓得应该要断除所断 应该要承办所修 应该要做的事情是所取 然后应当要去断除的是所舍 在取舍处上 只要是一个具足智慧的人 他就不会弄错的 这是从世俗的传统 人论人世的传统来做解释的 我们应该要具足这样的辨析 何者为善 何者为恶 或者说何者有利 何者有害的智慧 在此仅是举抽烟为例 因为抽烟不仅会伤害自己的健康 也会造成他人的损害 会对他人的健康也会造成影响 所以在不知取舍的情况之下 选择抽烟 那就像是不懂得善恶取舍 不懂得明辨是非的旁生一样 会有这样的缺乏 是属于缺乏智慧的表现的 应该要晓得这样子的缺乏智慧的过失 它是一种愚痴的表现 那么愚痴的表现在将来中阴 乃至于未来投生的时候 对自己都是极其不利的 同样的其他烦恼也是一样的 比方说我们带着嫉妒心而离世的话 将来有可能转身成为恶鬼 这个都是烦恼对自己造成伤害的切实的例证 那么我们虽然有时候说 对三宝有信心 对佛法有信心 在信仰三宝信仰佛法 可是我们有时候在取舍的时候 总是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好 比方说理论上觉得 我一方面要从事世间的俗悟 一方面要信仰佛法 对了 信仰佛法是很好 佛法是非常殊胜的 可是呢 只要是真正要我真心的去修行佛法 要我念经 要我行善 就开始昏昏欲睡了 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下面就讲到了 如法行时出现昏沉睡 非法行时更新明又明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打开金本 要共修的时候 就开始要进入梦乡 可是如果说今天 和尚金本这个修法结束以后 就好像恍然大悟 大梦初行 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就是真正要离开佛法的时候 他的心思又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的话 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们对于今生的营求 实在是太过强烈了 我们太过于单着今生了 我们对于今生的事情 太在意的缘故 所以即使修持佛法 有非常广大的毅力 非常广大的益处 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够 精进地投入修行当中 所以此处讲到了 如法行时出现昏沉睡 非法行时更新明又明 这原因何在呢 原因就在于 我们不能够察觉 自己心中的贪嗔 不能察觉自己心中的 分别念的状态 贪嗔的状态 不管是粗的或者细的 我们都缺乏觉察 刚刚提到了 它的粗大的层面 就是贪心跟称心 它的细致的层面 就是期待心跟排斥 或者恐惧心 那我们没有办法察觉的情况之下 就无法正确地去做取舍 我们就会被烦恼所赚 所以下面十四页讲到了 上师之也 悲心速顾事烦恼 敌魔消灭其加持 我们因为过分地单着精神 过分地迎求此事的一切安乐 所以我们会被烦恼所赚 我们被这个烦恼的怨敌给摧毁了 或者被他给糟蹋掉了 我们被他给摆布了 就像刚才前面所说的 一个缺乏功德的 或者是缺乏学问 没有缺乏智慧的人 他会在取舍上失误 他会不能够观察到自己的烦恼 不能观察到自己正受到贪心所左右 这是以烟来做例子 同样的一个人 他如果能够具足智慧的话 他就会选择正确的取舍之处 那他不管在哪一个职位上 都能够做到 他都能够尽到他本分 不管他今天做的是国家的公务员 或者他做的是私人机关的工作 他都能够尽到自己本分 在岗位上做得很好的 那今天如果说不能够善加取舍 缺乏了取舍的智慧 缺乏了了解烦恼过失的智慧的话 那么就会被烦恼的怨敌 这个烦恼的大敌会影响我们 而这样的影响不仅是今生而一世来世 许多辈子都会被烦恼所摧毁的 所以他说希望我们不要被 愿我们不要被烦恼给摧毁 不要受烦恼所摆布 如果是一个真正懂得佛化的人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 到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造成世界上最大麻烦的是什么 仔细懂得佛法的人 仔细去推敲的话 就会发现 哦 称心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烦恼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可是如果问题是在称心的话 是不是别人的问题呢 是不是他有称心 别人这个人有称心 那个人有称心呢 不是的 你要上哪儿去找称心呢 会发现 哦 原来我自己就有称心啊 称心就在我的心里面了 不需要向左右 左顾右盼的去找称心 称心就在我自己心里面了 如同前面所说的 粗大的烦恼 包括了谈诚 细致的烦恼 包括了西优 两种情形 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 就会晓得 应该从自己内心下手 我需要从一个 我只需要举一个例子 了悟了烦恼的过失 就晓得怎么样做正确取舍 不需要举两个或两个以上 更多的烦恼 一一地做剖析 从一个点下去 就可以了解这一点 当我们了解烦恼的过失以后 才能够让烦恼的力量 逐渐的减少 才能够不受烦恼所左右 这个就需要智慧 当我们有智慧的时候 才能够真正的认清烦恼 晓得原来是因为心里面有烦恼 所以我才会生气 所以我才会有后续的这些行为 了解以后才有改变的契机 才有可能让烦恼 跟称心的力量能够减少 所以在这边提到了 为了要使烦恼不会摧毁我们 反倒能够消灭烦恼 愿能够得受上师的大悲 迅速地关照我们 当悲心与智慧两者结合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真正地了解 正确地取舍出 所以这边所说的 以悲心来眷顾我们 指的就是悲心跟智慧结合 我们就能够清楚地晓得 该如何灭除烦恼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经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 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 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生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 03831 1673 03831 1673 敬请余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 对脚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贝 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 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 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青角小牛 阿壮家里养了一头大水牛 就在这头大水牛迈入老年时 竟然怀孕生下了一头小牛 几个月后 这头小牛长出了一对轻轻的牛角 因此 阿壮便叫它 青角小牛 青角 不要乱跑啊 青角 你又想和我比力气吗 嗯 好吧 那我们就比一比 嗯 好痛 青角 你真的长大了 力气好大呀 青角 你长得可真快啊 才过不久的时间 你就变成了一头强壮的水牛了 嗯 这头小牛已经长大了 该给它穿鼻了 是啊 以它现在的力气 我们已经控制不住它了 不如今天下午 就带着它去阿虎那里穿鼻吧 嗯 我一会儿就联系一下阿虎 虽然牛力大无穷 但是人类还是有办法控制它们 只要用一根简单的绳子 往牛鼻子里一穿 就再不怕牛不听话了 阿虎啊 麻烦你给我们家的小牛穿一下鼻 好的 你们稍等一下 我先把这头牛的鼻子穿一下 好啊 你先忙 我们不着急 等你忙完 再帮我们处理 你们先把小牛看好 别让它乱跑 要是跑走了 可就糟了 要知道我的时间可不多的 等一会儿在河边 还有一头牛等着我去宰杀呢 今天你要宰杀牛啊 那正好 我家的那头老水牛 已经不能干活了 也该宰杀掉了 你打算把家里的那头母水牛杀掉 是啊 小牛现在已经长大了 而那头母牛啊 年纪太大了 留着也没有什么价值 不如宰杀掉算了 既然你们想宰杀那头老牛 那你就把它牵到河边空地那里吧 我一会儿就过去 一起宰杀掉好了 好的 我现在就先去 把老牛牵过去 阿壮啊 我回家牵老牛去 这头小牛就交给你了 爸爸 你放心吧 清脚交给我好了 好了 穿了鼻绳以后 这头小牛就不敢不听话了 阿壮 把你的小牛牵过来吧 好了 清脚 该我们了 清脚小牛此时终于明白了过来 接下来该轮到自己了 他轻慌地看着阿壮 不明白小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 清脚 快点 别磨蹭了 你不要害怕 一下子就好了 清脚 回来 你快回来啊 清脚小牛 不再信任他的小主人 只是回头 哀怨地看了阿壮一眼 然后 一下子 跑得远远的 一直 跑到一处高坡上 在那里 可以看到 河边一块空地 那里捆绑着一头 年迈的老牛 咦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难道 难道也是在穿鼻吗 不对啊 这头老牛已经被穿过鼻了 阿虎 你终于来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刚才给小牛穿鼻 结果把另一头小牛给吓跑了 这头牛年纪可不小了 是该宰杀了 啊 那个人怎么来这里了 阿虎 我们已经把牛捆绑好了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没问题 我马上就送他上星天 牛啊牛啊 出苦海吧 我来送你上天了 哎 天啊 怎么会这样 难道作为一头牛 最终的命运 都是被人类宰杀吗 妈妈 我的妈妈 他们要宰杀我的妈妈 不行 我要去救他 为了救自己的妈妈 青角小牛 从山坡上冲了下来 直奔手拿尖刀的阿虎 而阿虎等人 把注意力 完全集中在老牛身上 丝毫没有觉察到 冲过来的小牛 妈妈 我来了 不要害怕 我来救你了 哎呀 这头小牛 怎么会在这里 哎呀 他要干什么 怎么朝我冲过来呢 阿虎 赶快跑 他想要你的命啊 原来牛也是母子情生啊 阿壮父亲 带着这两只牛 回到家后 便打消了宰杀老牛的念头 但是小牛 还是需要穿鼻的 几天后 阿虎对小牛 进行了穿鼻 这让青角小牛 对阿虎恨之入骨 青角 每一头牛长大了 都是要穿鼻的 你不要怪阿虎 那是他的工作 嗯 这里的草很嫩哦 青角 你就在这里 吃点青草吧 我又得累 需要休息一下了 阿壮说着 便将牛鼻绳 系在一棵大树上 然后 自己到不远处的 一棵树下坐着 就在这时候 突然 从树林里 窜出一只恶狼 那只狼 见到阿壮后 一下子朝他扑了过来 啊 狼 救命啊 救命啊 不好 小主人有危险 我要去救他 哎呀 好痛 我的鼻子好痛 痛死我了 救命啊 救命啊 快来人 救救我呀 救命啊 谁来救救我呀 阿壮 不要害怕 我来了 走开 谢谢你 阿壮 阿壮 不要怕 有我在这里呢 哎呀 阿壮 你怎么了 我的脚 我的脚好痛 啊 你的脚肿起来了 我们要快回去 包扎治疗的 但此时 那头狡猾 凶残的恶狼 绝不会放过 一丝一毫的机会 就在阿虎 低头再次查看 阿壮脚踝的时候 他凶猛的 朝向阿虎的身上扑去 叔叔 小心啊 狼扑我来了 啊 阿虎 叔叔 你 你这个家伙 快搜开嘴 救命啊 救命啊 青角 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青角小牛 见恶狼跑走后 便看了看 一旁捂着胳膊上 伤口的阿虎 然后 又走到了阿壮身边 轻轻地叫了一声 阿壮伸手摸了摸它 然后 青角小牛 跪在了地上 示意它 爬到自己身上 阿壮吃力地爬了上去 然后 又看了看阿虎 阿虎 看到小牛 不停流血的鼻子 显得有些害怕 他不会 因为我穿了他的鼻子 还在恨我吧 阿虎 阿虎叔叔 青角是让你上来的 他要拖着我们回去 谢谢你 小牛 今天 多亏了青角 要是没有他 我们可都被那头狼给失掉了 是啊 想想过去 我做的事情 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发誓 这一辈子再也不杀牛了 以报答 青角今天对我救命之恩的 我发言 我发言